哇 哇好猛啊兄弟们 这个好 怎么魂力只直接升到了我们的三十集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世界堕罗大陆啊 这里是黑球 ok 怎么上一期啊 吸收了一个千年的一只蜘蛛 是吧 我们看一下 对 没错 怎么上一期吸收了一只 2269年的蜘蛛 然后这一期的话 我们看一下咱们能不能够吸收到 一只万年的魂环 第二魂环就是一只万年的 你们觉得可能吗 觉得可以的 打一 谁都不可以的打二 好吧 我们去前面村庄看一波 哎 观众朋友们 我们已经到村庄旁边了啊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魂力的话只有17级 我们得猎杀猎杀这些小魂兽啊 把等级给他涨一涨 修炼到咱们到20级 到20级的话 我们就可以吸收我们的下一个魂环了 然后现在的话直接18级了 前面有一只百年的马 小马 哇 直接弄死 弄死之后的话 有19级了 魂力级啊 我杀 我再杀 哎呦我的天 我以为这个流掉魂骨了 吓我一跳啊 真的是19级了 兄弟们 这村民的话是10级的 这怎么才10年的村民啊 太难了 19级 马上咱们就20级了 还差一溜溜经验 我们去再找一只魂兽去啊 前方发现村民养的一堆咱们的小魂兽啊 把这些小魂兽干了 我们应该就升级了啊 19级 哇 这边的话有没有百年的啊 其实有百年的的话 比较好戏啊 两只猪全是10年的啊 这前面的话 鱼也是10年的啊 没有万年的嘛 这些万年的小魂兽跑哪去了 嗯 这白天有点难受 哦 这谁掉点铁啊 这应该是铁亏雷 把这干死 呵呵 马上咱们就20级的魂力纸了 哦 前面有只百年的发现一只 哦 两只百年的 干死这只青山 哇 兄弟们啊 咱们魂力纸已经突破了20级了啊 已经可以进化成我们的下一个级别的了啊 再吸一个魂环的话啊 好 我们已经到达了咱们的20级的巅峰 魂力了啊 好 已经巅峰魂力了啊 然后我们到了巅峰魂力之后啊 我们就只能等他晚上啊 等他刷点强大的点的魂兽 哦 不对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去我们的副本 咱们的魂兽森林啊 咱们来到魂兽森林 看一下有没有咱们强大的魂兽啊 好了 观众朋友们 我们已经来到魂兽森林了啊 这魂兽林了 为什么我 我发现我好像能飞啊 哦 不是 黄金圣龙的话 我们的第一魂兽森可以飞 飞起来 第一魂兽森看见我们直接飞起来了 哇 这是万年的魂兽有点难受啊 千年的啊 我准备去吸收万年的 第二魂兽森收千年的感觉不对啊 哇 这千年的 小白要搞我 这边有只万年的魂兽兄弟们 这只万年的魂兽多少万年的 哇 有点害怕呀 我怕他 直接 哎呦 我的天 我直接没了 哇 兄弟们有点强悍啊 说实话 这个 第二魂兽森收万年的有点不可能 有点不现实 算我们还是去吸收一只 咱们千年的吧 这前面的话有三只 咱们千年的僵尸啊 看一下我们这 几只僵尸我们能够吸收成功啊 我这魂兽有点凶啊 我这魂兽啊 去吧 小僵尸 这是一个九千年 我们可以吸收一下 直接成功了 兄弟们 我的第二魂环 僵尸魂环 兄弟们 直接成功了啊 这么简单吗 就这简简单单 兄弟们 然后我们看一下 学习我们的第二魂器啊 青龙狂化 玩吼叫震慑换围内的敌人 并且造成伤害 哇 这么厉害的吗 兄弟们啊 也就是一个 龙 龙相当于 应该是一个龙吼叫的 那种的一个样 跟这个什么东西 哇 哇 好猛啊 兄弟们 这个好 这个是吼弓吗 这像龙吼弓 怎么魂力之 直接升到了我们的三十级 马上我们的三十级巅峰了 直接 来 龙吼叫 哇 发现一只万年的魂兽 兄弟们 一只万年的魂兽 还怕了还怕了 飞起来先飞起来 我们兄弟一飞起来 然后我们直接使用一下 龙吼叫 哇 他追上来了 兄弟们 跑跑跑跑 哇 这个有点害怕呀 兄弟们啊 这只万年的小魂兽啊 来的真是时候啊 兄弟们 再来龙吼叫 完了 打了打不过了 我感觉打不过了 这东西啊 我们会远点 我们换一个武魂啊 怎么是双生武魂 换一个什么的武魂 我们试下这个武魂的技能啊 怎么的第一个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叫做什么的 地寒 耀羊 拼命碎裂 对范围内的伤害 啊 不对 敌人造成伤害啊 哦是一个兵器的 兵器的那个什么啊 诶 这个魂兽呢 哦他怎么上来了 这魂兽 来你下来吧来 我双生武魂 你看我怕你们啊 哇好帅啊 兄弟们这个啊 直接来个第二魂技 哇直接把他们冻死了好像啊 哇成功干涉了这只万年的魂兽 这只是多少万年的 是吗 联系收下 兄弟们 怎么说 我实力这么强悍的吗 兄弟们 两只直接成功了 万年的魂兽 我看一下我们的第三魂技啊 第三魂技 冰地无寒 冰地蝎对冰块里的敌人 发生冰爆造成伤害啊 哇冰爆伤害 我们使用下第三魂技 哇可以啊兄弟们 哇这威力好大啊 这威力啊 兄弟们这威力啊 这威力也大啊 这个冰蝎啊 这冰蝎 兄弟妹妹同学知道了 冰蝎是谁的五魂啊 哇好帅啊 我们再切换一下五魂 我们的这个黄金圣龙 学习了什么的 黄金霸王坎 哇兄弟们 第三魂技 黄金霸王坎 哇这个牛啊 这个黄金圣龙 哇兄弟们好强啊 这黄金圣龙 龙王摔尾 对前方发动 霸龙斩击 对敌人造成伤害啊 霸龙斩击 哇可以啊兄弟们 我们直接撑到了三十六级 哇这两个武魂好凶啊 这两个武魂 兄弟们啊 说实话这两个武魂 真的太凶了 这这么凶的啊 这两个武魂 真的啊 这两个武魂无敌好吧 兄弟们 这前期伤害爆表 真的啊 把这些昏兽打着玩 真的啊 完全去打着玩 我太来太猛了 我们去一趟我们的浑神森林闯一下 我觉得我行了啊 我可以猎杀前面的那些啊 刚刚干掉我们的那只 万年魂兽了啊 我觉得啊 来我们只用第一魂技 第一魂技 天使 啊不对不叫天使 来直接一套魂技 干死了吗 哇直接干死了 还掉了一个魂骨 兄弟们 一个什么的 三眼睛 什么运运之眼 哇这魂骨 吊爆了 这魂骨 而且附带外富魂骨 这还是外富魂骨 哇 极瓶中的极瓶 好吧兄弟们 千年的僵尸要干什么 可以随机带一个魂骨技能 怎么的 哎呦我的天哪 那我把这个属性看完好不好 这些人动手 太恶心了 外富 外富魂骨 什么命运之眼 学习了一个命运之眼 哇 吊爆了这东西啊 我们看把这个魂骨 穿上去 有没有什么的效果 外富魂骨 有没有魂技啊 好像没有更新出来 这一波还啊 哇这一波强啊 真的啊 这黄金圣龙兄弟们 问你们了不了 哇真的太了了 下一个魂环咱们去挑战一下 接近十万年的好吧 兄弟们啊 咱们突破下自己好吧 突破下自己的极限 我觉得可以没问题啊 真的啊 这期我们直接吸收了两个啊 出乎我意料啊 兄弟们真的 好了这期视频 咱们先暂时录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喜欢黑球的这个系列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